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一个演员在很多电视剧中都会有亲密的举动 这些亲密的举动不限于接吻 牵手甚至抚摸等等 而任嘉伦的大部分戏份都是没有亲吻的 或许是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已婚妇男 大部分动作需要注意 也可能是剧情需要 他不会去接下一些过于亲密的电视剧 而在这一次的MV合集中 可以看到任嘉伦的牵手很多次 多部电视剧合集据说是多部电视剧的合集 不限古装剧和现代剧 在古装剧中就有我们看到的神探敌人节 锦衣之下及穆白首大同荣耀 以及白蛇传说等等 这些电视剧是任嘉伦的古代剧作品 而现代剧就有秋缠 这些作品的牵手合集 纷纷被做成了一个MV 十指相扣很暖心 这些牵手动作中大部分都是中规中矩的 而有一个动作十分明显 那就是十指相扣 十指相扣是恋人爱情达到一定境界的一个特征 是相扣 并不需要默契度 而是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能够直接表达 它这个动作表现出来之后 大家能够看到一丝暖心 而在这一幕大部分都是锦衣之下 这部电视剧所呈现的 下次要出个打戏才行 看到了任嘉伦的牵手合集 大家赞赏 打戏合集什么时候才能出呢 在他的很多电视剧中 基本都是以打戏或者枪战为主 别人视频都是由粉丝亲自制作的 不知道是哪一个大神去剪辑了这些牵手合集 才会做成这么一个MV给大家展现 粉丝看了爱了爱了 哪个大神这么有心思整理出来的 在这些牵手的图片曝光之后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很爱这个动作 牵手本来就是一个很亲密的动作 现在很多亲吻戏和情感戏中都会出现 可任嘉伦不会逾越万分 那部分牵手戏都是女主主动 有一些粉丝更是表示 不知道是哪个大神这么有心 把任嘉伦电视剧牵手的视频剪辑在一起 这样一来能够让更多粉丝认识 在我看来任嘉伦的每部电视剧本 都会有牵手的戏份 这些牵手的戏份是导演安排的 也是剧情发展的需要 有些人好奇他跟别的女生牵手 他老婆会不会吃醋 其实是不存在的 聂欢是一个很大度的女生 在选择跟任嘉伦在一起之后 他也理解任嘉伦的处境 毕竟聂欢曾经也是一个演员 这样子任嘉伦的视野也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总的来说 在这些牵手的合集中 大部分都是古装剧 也有一些是现代剧 任嘉伦前期的事业发展 大部分都是在古装剧 才会出现这么多的牵手照片 他跟谭松韵合作的锦衣之下 以及跟侃亲子合作的神探敌人杰 还有跟锦田合作的大唐荣耀 以及和杨子合作的白蛇传说 这些图片上都有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中哪一步是对应的牵手呢 很好 对啊 End